Parent's Lady 其實在綜合教學法的好處 在小朋友培養他們的知識、技能、態度 這三方面都會很全面 綜合教學的模式 因為他們都不會分科目 不會像小學一樣 就會由小朋友的興趣出發點 變成小朋友在一個課題中 可以學習到有數學的概念 或者有語文的概念 或者是群性的發展 都可以在一個課題中 已經可以學到的 例如我們學校小朋友學教春天的花 我們會首先叫小朋友回家 在一起要搜集一些花的資料 去引起學習動機 綜合教學 我們都主張要融合活動教學的模式 變成在這個模式裏面 老師就會偏排一些 也有一些是活動的 可能我們會出去外面公園 探索一些不同種類的花 當中的課題怎麼可以走到綜合 花是否有很多顏色 我們就會老師在當中 教花有紅色、黃色 原來有很多顏色 或者和它數一下有多少朵花 例如有一朵花、兩朵花 都是學到一些數學 另外小朋友搜集了一些花資料 回來和小朋友分享搜集的物品 找到那朵花是甚麼顏色、是甚麼種類的花 這樣它在語言方面又強化了它 而且又可以提升到小朋友互相接納 可能我喜歡紅色的花 或者你喜歡白色的花 原來每個人的喜好都不同 可以在一個群聖裏面 都可以教到他們原來小朋友 人是有不同的喜悟的 我們都要接納 因為傳統教學模式 會比較單向式 可能小朋友要坐定 老師將一些課程 要教學的內容 灌輸入小朋友 可能未必會適合小朋友 去學習興趣 或者會比較沉悶一些 如果我們採取了綜合教學法 當我們可以就著小朋友的興趣 去行教學內容主題 小朋友會開心 因為我們教剛才說的花 我們會出去公園 小朋友不是硬性規定 還會坐在課學室內 我們可以去到大自然的環境 去到公園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 擴闊小朋友的學習興趣 生活經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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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